我今天下午就遇到另一位姊妹 她是遇着我以前 我和她祈禱和另外兩位 其實這個我聽過簡短的分享 就是讓大家知道神的真實的工作 和神很疼愛我們每一個 我心裏面有一些東西 是感覺很平安的 那我就邀請牧師 要牧師 可不可以為我祈禱 那她就是真的 只是為我祈禱 她就簡單 她就知道我什麼事 為我祈禱 當時其實一路我都覺得很平安 但那些又不平安又經常走出來 那種平安不平安 平安不平安 就是在我心裏面糾結 但是今天 牧師幫我祈禱之後 真是明白什麼叫做完全釋放 那種完全釋放 就是平時我自己祈禱 和牧師和我祈禱是不同的 那種祈禱是很有能力的 還有是得著的 我那種是求的 那那個真理 我可能之前都歪了少少 所以今天令我很大得著 我現在其實已經很輕鬆的了 然後到她幫我祈禱之後 另外一位姊妹也是有些很嚴重的問題 去找她 其實我在旁邊看 我在旁邊看 因為我是第一個找她 沒有人知道我跟她聊些什麼 那個姊妹找葉牧師祈禱的時候 她完全都是其完之後 她原本都不是很依靠神的人 我看到她不是很依靠神 她是很感動在那裡 她最後是很感動哭的 但她平時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平時沒有 當時是有的 當時才感覺什麼叫性 其實平時有 她之前有經歷過的 但當時是有很大的釋放和安慰 這個第二個 第三個 到第三個 那個 就走過來 她有一些邪 她有一些邪 二牧師都是同樣去為祈禱的時候 當時的姊妹 她就突然說 這裏痛 然後這裏痛 然後這裏痛 整個過程是看著 她慢慢 真的 看到有些東西在她身上走 這些是我們眼看不到的 但是那個姊妹閉上眼 彥牧師跟她祈禱的時候 就在那裡運行著 看到是聖靈在那裡工作 最後她怎樣 最後她是舒服了一點 這些都是一切都是上帝的能力 我相信 是輕鬆很多的 感謝主 這些榮耀鬼給神 就是我們的神很好 不是人很好 你們個個都可以給神使用 我想說要點是神很疼我們 而是我們能不能夠深信神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